5期健康同學會 同學會健康 大家好 我是廖慶學 Delta病毒來勢洶洶 那麼全球的疫情再度緊張 Delta病毒 台灣到底防得住 防不住 那麼另外我們現在的一個疫苗政策的話 到底進展到哪邊 後期的話會不會出現一個 斷疫苗的一個狀況 缺疫苗的一個狀況 我們待會要詳細來討論 我們趕快邀請一下我們今天特別愛賓 好 第一位是朱雪恒 雪恒你好 各位大家好 好 我不配打高端 我們待會要好好來聊一下 這個高端還有這個BNT 到底疫苗的情況 到底現今的狀況是怎樣 好 另外我們要特別歡迎的是 中華民國防疫學會理事長 王若賢 大家好 好 另外特別歡迎的是 我們嘉義科醫師 陳馨梅 陳醫師 好 首先我們帶觀眾朋友們 來關心一下 現在目前全球的一個疫情 仔細看一下這個柱狀圖的話 是美日的新增的確診病例 那這是全球的 現在出現了 現在應該算是第三個坡段 這邊有一個坡 然後兩個坡 然後現在出現了第三個坡 那麼這第三個坡我們統計是到 7月27號為止 這一個是柱狀圖 那麼綠色的線的地方是7日的一個平均移動線 那麼這樣子可以看得出來 全球目前的疫情的一個狀態 那麼我們再反觀來看一下台灣 台灣目前的一個疫情狀態 從5月份我們的疫情失控了以後的話 現在有逐漸的控制下來 最近這一個禮拜大概確診的病例數的話 大概維持在個位數左右的一個時間 那我先問一下這個我們的王醫師 王醫師目前全球的 現在的這個三坡的疫情的話 看起來到底會不會出現第三坡的一個高峰 會啊 現在就已經是高峰了 就往高峰去走 是不是到了高峰 我們其實不太清楚 那基本上來講 我們現在基本上已經進入到一個 一個第四波的高峰期的這個情況 那這個 這次高峰基本上就是從免疫逃脫裡面出來的 就是說我們知道這個病毒 它本身就是會有變異 變異是非常常見的 如果你有個免疫壓力存在的話 打了疫苗或者自然感染以後 基本上它的這個病毒就會 為了生存它自己會跳出來 一定會跳出來的 那跳出來的話 一定會比原來的感染力 這個傳染力一定要強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跳脫它的免疫嘛 所以你看到當初的時候 我們感染了一段時間以後 它的病毒一定是往下降 傳染力一定往下降 然後它跳出來以後一定比它強 這是我們在每年在旅遊館的時候 看到的一個現象就是這樣子 第一次的高峰的話應該是原始株對不對 對 這個是當時的中國大陸武漢的一個病毒株 那麼到第二波的話是Alpha對不對 對 然後現在目前的話是出現了Delta 那麼我們剛剛有特別看到 就是第三波的話是Delta 你說會有第四波啊 現在大家都認為是第四波 現在是第四波 本來就是第四波了 不過這個怎麼算都是一樣 反正現在是個波 不管它是第三波第四波都是一樣 反正就是一個波 這個波到底到了峰值沒有 不見得 好 現在大家非常擔心的 就是有關於第三波或第四波的話 它出現的是一個Delta病毒 但是我們之前的一個防疫政策的話 是針對的是Alpha這個病毒 那我問一下這個學恆 目前現在全球的狀態到底怎麼樣子 我們現在看到鄰近的國家 其實是很恐怖的 包含了日本 包含了韓國 甚至中國大陸也是一樣 然後另外還有這個泰國越南 現在基本上全部都失控了 我們先這樣講印度 印度其實它的 這個第一劑疫苗的施打率 已經有28.67% 並不是像我們想像中的非常低 可是它的疫情狀況很嚴重 第一個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 在最早期的時候 印度其實試著用一款國產疫苗 叫Covaxin Covaxin是一個滅毒疫苗 它甚至賣了2000萬劑到巴西去 可是它產生一個問題 因為這款國產疫苗 太快通過審核 中間受到不當的施壓 所以你知道發生一個很荒謬的事情 它滅毒沒有滅完全 也就滅毒一直我把原始病毒株 剪掉那個毒性之後打進去 結果反而在巴西發生了 我打進去之後感染 所以一開始印度自己拿這款疫苗 Covaxin來做對抗的時候 產生一個問題就打了沒有用 打了反而還會感染 所以現在的狀況已經對印度來講 進到了下一個階段是 它的死亡人數在減少 聽起來好像很棒對不對 但其實不是 是印度的整個醫療體系已經到達極限了 所以講得很難聽就該死人已經死了 那些原來身體虛弱 或者是沒有辦法對抗的人已經死了 所以現在整個致死率它反而在下降 但是對印度來講 這是很糟糕的狀況 來看到東北亞 東北亞 南韓 南韓最近的注射率其實不錯 它已經到40%幾了 這個41.68% 可是有一個問題 最近又有新的感染群聚的案件出現 所以你才看到 為什麼南韓的衛生部的副部長 要飛到美國去吹莫德納 因為它疫苗還是不夠 然後它自己本身的代工投產 要到明年才能大量生產 年底也許可以開始分譯 所以對南韓來講 第一波過了 但這一波起來要怎麼辦 打疫苗 第二個 日本 其實日本你現在去問 你看日本的媒體 很多日本的媒體會說 這一波是不是跟奧運有關係 但奧委會跟日本政府都否認 可是你想想看 怎麼可能沒關係呢 所以它現在在日本的狀況是 我昨天才看到一個 日本某媒體的標題 叫做手足圈感染失控 因為整個東京 一直都走佛系防疫路線 就是還是可以上下班 但我就管理居酒屋 管理這個餐廳 然後有消劑 結果導致它整個規模 又擴散的時候 現在日本雖然疫苗施打的頻率 非常快 非常有效率 但問題產生一個狀況是 那整個傳染並沒有控制住 而且它已經進到了 Delta的大規模擴散的狀態 所以日本很有挑戰 再來講美國 美國現在的問題 它已經超過50% 它的一劑疫苗注射人口 到56%左右 可是它現在還是大幅增加 原因為什麼 我們講白了 美國有很多疫苗陰謀論者 它自始至終就是反對疫苗的 以共和黨的支持者為大中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它就是不打 你能怎麼辦 因為打疫苗是一個自我的選擇 所以它現在產生一個狀況 第一個 美國國防部開始考慮 要不要 就是美國軍方 你今天是軍人 我要求你一定要打 不然你就給我滾 可是這個狀況光是在德州 你可能沒辦法想像 德州想要推廣醫院的醫護人員 強制打疫苗 你知道在醫院門口 他們就舉牌抗議 他說我不打就是不打 這是我的人權 你不能強迫 所以美國現在遇到的問題是 有很多的重症患者 他就是沒有打疫苗那群人 可是這群人 數字上到56%之後 上不去了 別忘了 你看這個數字 就看拜登跟川普差多少 去年他們的選票有多接近 這個注射與不接種疫苗的人 就有多少 可是美國已經過了原來的封城階段 他現在想要收 很難收回來 那到英國也是一樣 英國就是咬牙幹了 因為這跟Boris Johnson 他們的首相的做法有關 雖然現在又開始爆感染 但是他說沒有 我們已經開放了 絕對不回去了 他已經打到69%了 可是他的疫苗 AZ 莫德納跟BNT 都有的狀況之下 目前英國政府感覺就是想要硬推 就是我雖然有感染 但沒關係我們大家只要不重症 不死亡 所以他們的確診數其實也是 還是在 他們確診數也是在增加 因為Delta 基本上已經佔了英國大部分的 確診數了 所以就有的疫苗沒有那麼有用了 很多病毒學家甚至講 我們要把Delta 當作一個新病毒來看 所以對於英國來講 他現在只要求說 我打到這麼高的比例 我的重症人數 或是死亡人數降低的話 醫療院所撐得住 大家就如常過生活 我們就繼續走下去 所以這變成是全世界的 另外一個趨勢 唯一一個不一樣的 就是我們就知道 強敵環式的以色列 百分之百不一樣 他已經開始籌備要接種 12歲以下的年輕人 跟老人家 就是我們說特別殘弱的那一群人 要開始打第三劑了 那這整個狀況是 他的疫苗接種比例非常高 可是還是有所謂的免疫突破 免疫逃脫 Delta也讓他們的人繼續感染 可是重症比例大幅下降 所以以色列大概是我們觀看 第三劑究竟是不是需要的 一個最關鍵的國家 當然大家現在也在討論說 到底有沒有需要到第三劑 那麼第三劑的加強定 那個加強劑 然後不管是這個BNT 莫德納或者是AZ 但是我問一下這個王醫師 王醫師現在的話 是不是現在全球的普遍的共識 就是我們把Delta 這一個波段以後的話 我們就把它當作是流感來處理的 可是問題是Delta 它的傳染力會更強 比那個AVA的一個傳染力要更強 但是也許它的一個死亡力 並不會到那麼高吧 那現在把它當作是流感化的話 那沒有辦法就只能這樣嗎 不是它那個主要是 我們講到流感化的話 流感化其實很重要的一個項目 就是說它的死亡率下降 傳染力增加 那這個就是變成像流感一樣 我們在新冠之所以不同於流感 就在於它的死亡率 死亡率高出很多 那我們依據廣州的資料來看的話 廣州最早的時候 他們報的那個什麼Delta病毒 他說重症的比例是10%到12% 他說比原先在廣州看到的2到3 要高出很多 我一聽這個資料 那我就放心了 為什麼 因為它在全世界平均的重症比例是18% 所以你這個是比著那個 我們的疫情的最末期 當然它的重症比例是2到3 因為它有免疫出來了 那現在的話它從免疫逃脫 能夠這樣子的話 表示它已經那個重症的比例跟死亡率 都是在下降的 都是在下降的 那它傳染力增加這是當然的 因為所有的變種都是免疫逃脫 只不過Delta是個成功的免疫逃脫 成功的免疫逃脫就會造成疫情的意思 所以它造成的疫情 這個當然看到就比那個要強 所以這個是它流感化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表現 那我們當初要來打第三劑的時候 第三劑的理論就是說 我們要把這個Delta給防下去 那給防下去的話 基本上來講 在現階段來講是沒有必要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把它看這個疫苗來講 疫苗本身它可以防止感染 這是一個 另外可以防止它的重症 防止重症才是它最重要的東西 因為沒有一個疫苗能夠防止你感染 因為我們的感染從鼻腔進去的 我們疫苗從胳膊打進去的 那個是你要產生這個IgA抗體 不可能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它不會完全的讓你呼籲到不感染 所以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不可能的事情的話 我們打這個疫苗 你的重點就要擺在它的 防止它的死亡這個部分 疫苗也是防止死亡 這是最重要的 那死亡看起來的話 現在台面上所有的疫苗 打兩劑以後死亡的防止百分比例 都超過九成 所以雖然它的感染的防禦力下降 但是死亡的防禦力一點都沒有降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你的目的是為了Delta 好 那就很簡單了 3G根本不用打 所以3G不用打 不用打 因為它打兩劑就已經可以 百分之百的防止死亡 百分之九十幾防止死亡 為什麼要打呢 好 那我來問一下 如果是這樣子講的話 就是說你有打了疫苗以後的話 你可以防止Delta的重症的病例 或者是死亡的病例 但是問題是 現在Delta裡面的話 很多是年輕的小朋友 或是年輕人 得到了Delta的一個病毒 可是問題是我們現在 都還沒有開放到打年輕人身上 那會不會變成了一個破口 我們來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恐怖的Delta病毒的話 侵害孩童 那我問一下這個我們的陳醫師 那陳醫師 這裡面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針對 這個年輕人 年輕人的一個重症的一個比例 確診的一個比例 來說明一下 就是為什麼Delta病毒的話 會侵犯到這個年輕人 在講這個之前 我們先講一下 這個新冠病毒 它對於孩童之間的一些 現在的現況 第一個現況就是疫苗的覆蓋率 我們一直都知道說 比如說以現在台灣的AZ疫苗 莫德納疫苗 它目前建議的一個年限是18歲以上 才能施打 換言之就是青少年 基本上是沒有機會打到的 目前年限最低的 就是說它可以打的年限最早 最小的是BNT 就是輝瑞疫苗 大概是12歲 換言之在現在的這個 普遍的全世界來講的話 12歲以下 基本上都是沒有疫苗可以打 這是第一個現象 那第二件事情是 當然大家都很擔心 但是實際上在過去的 新冠肺炎的觀察裡頭 確實新冠肺炎感染在 各個年齡層 小朋友的重症率是低的 所以為什麼大家其實都會說 這件事情一直都沒有被拿出來 說很嚴重很嚴重 是因為確實重症率 通常會在慢性病的人 或是老人家身上 那原因跟很多有關 我們發現說 因為我們其實這個新冠肺炎 它是接在我們身體一個叫 ACE2的一個受體 在小朋友平均的受體 就沒有那麼多 第二個就是可能我們小朋友 因為這個重症的發生 常常跟我們說一個叫做 Cytoclimb strong 叫做細胞 風暴有關 可是小朋友的免疫 正在剛學習 所以通常這種機會不高 所以我們大致上可以發現 現在的新冠肺炎 全世界的第一個現象 就是疫苗基本上沒有 第二個就是其實過去 在還沒有變種前 小朋友我們不擔心 為什麼 因為他的重症率不高 就好像是真的像一般感冒 但是這次Delta 確實會讓一些我們說 不管是各個研究的來講 觀察來講 跟實際現況來講 確實令人擔心 台灣目前還沒辦法觀察到 是因為台灣還沒有 Delta是大幅度的感染 英國有個統計數字 你可以看到他在比較說 我們過去其實 孩童還是會感染 只是比率上大概都是零點幾% 但這一次他發現說 針對五到十二歲的孩童 他基本上的這個 我們說確診或感染率 上升了三倍 十三到十七歲的孩童 這是跟那個 這是跟Alpha來比較 對 它跟Alpha比 就是跟我們過去在Delta 這個一直被討論的 這個很特殊的變種病毒前的 各種比較傳染率比較高的 就是Alpha這個變種 所以它等於是已經跟一個 大魔王跟小魔王相比這樣子 那其實你就會發現 它在年輕族群的這個確診率 五到十二歲是三倍 十三到十七歲是高達將近十倍 換言之就是這個Delta病毒 我們可以這麼去觀察它 第一件事情就是 它似乎對於青少年的一個感染率 是來得比較高的 原因為什麼 其實目前對青少年的整個政策 沒有任何改變 我們的青少年還是一直沒有疫苗 你該叫他要去上學 要戴口罩 洗洗手 其實沒有什麼改變 所以確實可以看到的 明顯現象就是Delta病毒 它對於幼童 這個幼童是十八歲以下的人 其實確實感染率是高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們過去因為說重症率不高 所以我們基本上沒有很 這個去關注這個 再加上感染率也不高 所以大家就是有注意 然後有觀察 有小心 但是第二件事情就是 假設我們的確診率一上升 你要知道所謂的重症率 所謂的這個各種症狀 它都是看它的數量的大小 假設只有十個人的話 只有一個人有問題 10%那沒有問題 100個人它就變成是十個人有問題 所以當然當它的這個母體 變大的時候 你相對的一些 重症率也好 你的一個確診的可能的風險 就會變高 再來就是Delta病毒 它對於我們身體的一些 系統性的危害 目前還是不是那麼確定 比如說我們已經發現 Delta病毒它在表現的症狀就不同 過去的這個症狀比較像是 有秀學傷失 有發燒 有咳嗽 但是Delta病毒更像感冒 它就是喉嚨痛 它會發燒 它會喉嚨 它會頭痛 所以我們會擔心的是 它會更嚴重嗎 其實不是 它是 它的症狀不同 所以當然 症狀不一樣 症狀不一樣 所以代表的是什麼 我們當然不能排除是 這個症狀不一樣 是否它的所引發的後遺症不一樣 這件事情是需要觀察的 所以你看到美國 他們就有一些 這個小朋友的報導 這個當然大家不要太害怕 我們就是觀察國外的一些現象 就會發現一些比較特別的現象 比如說 孩童的這個狀態 跟神經水的症狀有關 所以包括有一些神經水的反應 覺得注意力變得比較差 專注度變得比較差 甚至有些心臟方面的這個疾病 病毒所感染的心肌炎等等的表現 所以確實在孩童 當它上升率高 當它的疾病開始出現變化的時候 它是一個我們需要關注的一個 很重要的族群 好 告訴各位 這個8月12號就是這一個禮拜 禮拜四的時候 我們的AZ又緊急的運送過來 送了52.4萬 基本上每一次運過來 大概就是幾十萬幾十萬 它是別人送給我們的話 會送到100多萬 其他大概都是幾十幾萬 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實際上面這一邊到貨 那麼現在到貨的我們的一個總數的話 是一千零二萬劑 那一千零二萬劑 那我們現在台灣的疫苗的覆蓋率 是來到了37.23% 那麼如果這是第一劑 那到第二劑的話只有2.38% 也就是說你完整的接受到 兩劑的一個這個疫苗的話 僅有2.38%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如果統計 目前政府一估到了2023年 可能會來到我們的整個疫苗 會來到4千多萬劑 也就是預購到4千多萬劑 但是目前到貨只有1千多萬劑 那這有點麻煩 薛恨 我們先直接講 這個是當初決策就錯誤的關係 你知道你直接思考一件事情 莫德納是一家非常小的公司 它原先只是做生技研究的 可是美國政府一把它灌起來 你當初重壓莫德納 你就要知道它量產有問題 因為它沒辦法找那麼多公司 你重壓AZ也是一個錯誤 阿斯特捷利康原來是做藥的 他原來做藥 而且從來沒生產過疫苗 所以他全部找外包 好 外包出什麼問題 你找日本 你找泰國 你找印度 泰國跟印度外包都因為疫情擴張 所以他公司那些加工廠說 東西要留我這邊 所以你現在到貨少 就是這個原因 你為什麼不壓BNT 我們現在事後諸葛 BNT的合作夥伴是輝瑞 輝瑞是全世界最大的藥廠 它的生產量怎麼講相對也比較好 所以我們現在疫苗到貨這麼慘兮兮 是因為第一個 你當初考量疫苗的時候 沒有考量掉商業可能 輝瑞當年是怎麼講 美國政府Operation Warp Speed 這個趨速計畫說 我給你無上限的錢 只是你生產出來 而且你做失敗不用賠 所以給你錢之後 我只要求你的分配要聽我的 輝瑞說不好意思 我不拿這個錢 因為我們不要靠你 我也做到 將來我要靠這個賺錢 所以輝瑞的生產力 運作力跟商業行銷力都夠 可是我們當初因為它上海復興 簽了這個所謂的代理 所以我們不做 那現在疫苗會到這麼少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 你去年重壓國產疫苗 你知道去年七月的時候 媒體訪問陳建仁 七月 去年七月 他說沒有問題 非常順利 應該就快OK了 結果到了今年七月 才開始真正的通過EUA之後 上市拖了一年 從去年就開始拖了一年 而且我們今天重壓國產疫苗 另外一個問題 它用的是赤蛋白技術 赤蛋白技術很像做菜一樣 小鍋菜做好吃對不對 可是當你要放到大鍋菜 我們去當兵 那個炒100人 200人的時候 不是放100倍 200倍 是整個比例穩定生產都要換 所以台灣現在的疫苗 是這麼糟糕的狀況 我最後補一個 就是千瘡百孔 光要講問題還講不完 你當初就不應該加入COVAX COVAX全世界都是給窮國加入 然後復國給錢 復國給疫苗 台灣明明外匯存體以前是全世界冠軍 我們加入COVAX等他來給疫苗 就是錯的 因為你第一劑沒有那麼窮 第二你疫情沒有那麼嚴重 人家為什麼要先給你疫苗 好 那但是我們看到這一些國家 有一些國家的話是缺疫苗 但是有一些國家的話 他們疫苗的施打率的話 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我們來看一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話 他們每100人接種的疫苗數 居然高達了174.37劑 那麼烏拉圭也非常的高 連烏拉圭都非常的高 那麼可以特別看一下新加坡 新加坡目前的疫苗的注射率 我記得好像接種率 應該是到70幾%了對不對 是 七成多 七成4 七成5以上 那他們現在已經進行到第二劑了 對 基本上第二劑都快要接種完 因為第一個 它的接種非常方便 基本上就是去類似區公所那個地方 你知道譬如說你家父母 這個區公所是莫德納 另外有個區公所是BNT 你自己可以選擇要去哪個區公所 打哪一種疫苗 而且非常方便 就是沒有像台灣一樣 各位 全世界只有台灣是做民意調查的 你手上那個APP下載之後 它只是問你意願 你想要打什麼 但沒有保證你打得到 但新加坡在這個部分 第一個它進貨又快 催貨也快 而且BNT的疫苗 當初我們是不是說上面有復必泰 對 那新加坡是跟輝瑞買 輝瑞 Pfizer就問他說 可是我現在手上最現成的是 標籤是 就是復必泰 是上海復興那一堆 你要不要 新加坡說要啊 內容物都一樣 為什麼 你只要有原廠保證的話 我就要 對 因為它就是同一批 所以新加坡在它的國際關係好 然後它的整個淡馬錫 你知道淡馬錫前陣在做什麼 一戶發一個免費的血氧機 就是我們從國外買回來 台灣還會扣的那個血氧機 它一戶發一個 所以對新加坡來講 這種相對快速有效率的決策 面對疫情的時候 新加坡是絕對佔優勢的 這其實已經變成是戰略物資 看誰先搶到 對 那醫師你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打第一劑 全部先打完第一劑 還是說我們現在疫苗 如果陸續到禍以後的話 我們應該讓這個第一劑跟第二劑的人 一起把它完整 也就是說我們之前的話 搞不好五月份的話 接種的第一劑的人的話 到了八月份的話 應該要接種第二劑的時候 我們應該讓它完整的接種第二劑 還是說普遍我們就全部都 把第一劑全部都全部打完 在公共衛生上面來講的話 我建議全部先打完 全部先打完第一劑 那要打到第二劑 這是政府對老百姓的承諾 所以現在變成進退為股 他自己輕言承諾 把自己的承諾給弄出去了 在公共衛生上打一劑 基本上就 把這個基本的保護力 保護起來就可以了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我們就要講一下這個疫苗 一劑跟兩劑的一個差別 一劑是反應 二劑是著船 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二劑是給它加強的意思 那我們知道 所有新的疫苗 要打兩劑 或者三劑 或者四劑 那追加的疫苗打一劑 這個是個疫苗的最高指導原則 好 那現在在 我們講 我跟你講個故事 2009年的時候 然後那個新新流感 新新流感是新的 對不對 疫苗要打兩劑 對不對 好 打兩劑 結果兩劑打下去的時候 每個藥廠出來的疫苗 他說他可以打兩劑 結果當時有個國家 他說他打一劑 不小心我們念書 我搞不清楚 不小心有沒有認知的肯定 中國大陸 他說他打一劑 大國講話就不一樣 一講話出來 每個藥廠都說 我也打一劑 我也打一劑 結果一個 該打兩劑的時代 偷偷打一劑 結果有沒有效 2009年非常有效 所以這個事件 被當初世界衛生組織 認為是當年的大驚奇 打兩劑的疫苗 竟然打一劑就有效 我們事後檢討 為什麼會這樣子 很簡單 自然追壓 就是說我現在滿層都是黃金甲 滿地都是流感 我打了一劑流感疫苗 再加一劑 流感的病毒 自己加進去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假如說 你全部人都覆蓋了一個流感 就新冠疫苗以後 再追加一劑 你自己得到 都沒有問題 得到了等於是 那個時候已經不是得到感染 是進補 等於就是我打了一劑 所以這個是在2009年反映出來的 而且被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是大驚奇 所以這個現象是可行的 現在我們國家正在走這條路 因為他也希望說 大家說不要去搶二劑 三劑更不要說了 對不對 一劑先覆蓋好 大家有個基礎免疫力就好了 因為我們後來 二劑假如說比較延緩給他的話 基本上他追加的效果 基本上不會變差的 只是在這中間 會有一些感染的空檔存在 那為什麼美國還會講到說 要打到第三劑 甚至我們剛剛看到這幾個國家的話 包含了以色列 還有阿拉伯 他們都還說要打到第三劑 那你每一個國家立場不一樣 佛奇他就不認為這樣子 佛奇他就不認為這樣子 佛奇他就不認為打兩劑就可以了 對 打兩劑因為他 這個打兩劑是剛才我們講的那個 他是對死亡率來講 兩劑基本上死亡率 對Delta 他都是沒有下降的 對 所以光光這一點就足夠了 你犯不著去蹭那個3劑的 是 好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請教一下這個陳醫師 那麼現在的話 疫苗如果不足的話 現在坊間還有一個說法 甚至疫情中心也有談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一般時間 就是過去的時間裡面 每一年都會打那個流感 那個流感疫苗 居然對新冠肺炎也有用 其實這滿有趣的 我們過去其實有被討論過 另外一個叫做肺炎鏈球菌疫苗 那是不是造成一個 肺炎鏈球菌疫苗完全 現在我們醫院完全沒有 這樣子的疫苗 那最近其實這件事情的源頭 是來自一些文獻的研究 我先講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其實滿有名的 在我們前一段時間有開一個 就是針對這個COVID-19的一個 線上的學習會議的時候 其實就有醫生分享到這篇文章 那這篇文章是怎麼樣呢 他們是國外 他們其實總共統計了 將近兩萬七千多人 所以他的數值是多的 他就發現一個現象是 這些人呢 他們這個去 這個有一半的人 是施打過流感疫苗 另一半沒有施打過流感疫苗 發現第一個現象是這樣 他發現當你有打過流感疫苗的人 他確診新冠肺炎的比率 都還是有 我要先講還是有 只是感覺有下降 而且這個下降 在我們學術上 醫學上 他是有統計的顯著意義 換言之就是他的這些觀察 我一直講他是觀察室 因為其實在真正的醫療上 你看COVID-19的疫苗 就是COVID-19預防的 流感就是流感的 理論上這兩件事情 是沒有關聯性的 但是確實在觀察中 發現到這個現象 就是當你好像 有施打流感疫苗的 這一群人 他的確診率是有下降 這件事情還不夠 後來他們再繼續根據 這些確診的人數 去做一些統計 你可以看到第二張圖 這張圖其實 這個是我後來自己做的手把 因為他本來的圖 都是英文大家會比較看不懂 他大概是這樣子 這張圖裡頭 他把這一些 已經打過流感疫苗 跟沒有打過流感疫苗的人 他們接下來可能就會 因為感染的關係 有些需要住院 有些需要做比較嚴重的 黑色這個是沒有打流感疫苗 有打的 然後灰色這個是有打流感疫苗 對 所以你會看到淡色的 其實就是他過去 有施打流感疫苗 深色的是沒有施打流感疫苗 卻發現他的住院率 我上面有畫欣欣的就是 他顯著有效的住院率 醫院插管的意思是什麼 假設你肺部有嚴重重症 自己呼吸不來 你需要插管 所以他也是有一點重症的味道 跟住院的這個時間 這個疾病需要住多久的時間 這三項是有顯著的下降 但是有兩項是沒有看到差異的 就是死亡率 跟這個我們說住院的一個 住在家戶病房的程度 所以這個其實這個現象 後來就開始發現 真的有蠻多文獻 就在討論這件事情 那這個東西我們現在 目前只能解釋成是這樣 因為其實像剛剛在討論說 國際上有現今打第二劑 甚至已經想要追加第三劑 但是目前台灣的實際狀況 可能是我們希望第一劑的 這個兩線衝上來 在這種比較現實 在台灣目前 我們可能會遭遇到的狀態 下一個時間就是接近十月 十月的時候就是打 流感疫苗的時間 那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大家其實觀眾 可以記得這件事情 因為他是醫學上發現的一個現象 大家如果你真的 不管是因為你的這個身體太健康 你年紀太輕 你還是沒有辦法排到 新冠肺炎的疫苗的時候 流感的疫苗出來的這個季節的時候 你不妨也去施打 他的意思是 他雖然沒有直接關係 但是確實在我們的一些觀察中 發現這個特別的現象 換言之假設今天你有打到 COVID-19的疫苗 你當然是安心 但是假設你沒有的時候 流感疫苗你也順便去打一下 他可能會有一些加成的保護作用 那醫師這很恐怖 我那個肺炎戀球菌 我也要打 然後呢 新冠肺炎的疫苗也要打 十月份的時候呢 然後還要再打流感的疫苗 我們必須說 因為這個COVID-19 它真的算是 不管它是因為突變 跟它本身的原始株 就已經讓人家很變幻莫測的情況 我們到目前為止 這個疫情已經將近 將近快要兩年 在這兩年內 確實我們都發現 它一些很驚奇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 是驚嚇吧 對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 自己的知識 未來流感季節可以試試看 那我醫師我問一下 就是說 現在小朋友沒有開放打那個 COVID-19的疫苗 就是防新冠肺炎的一個基礎的 一點點的效果 對 我們不畏教說 它可以防新冠肺炎 但是確實在現階段來講 孩童是沒有辦法打COVID-19 對 但是孩童是可以打流感疫苗 所以當然這個選擇 我是同意的啦 因為總是給孩子一點保護力 是安全的 但是當然你該做的保護 不能因為你打流感 你就口罩拿下來 也都不洗手 那這樣就是不對 王醫師你會不會擔心說 因為接下來的話 那秋天了 又到了一個流感的季節 那你建議說 我們現在如果說 國外的疫苗如果不足的話 國內的疫苗的話 那個我不配打高端 那個高端 要不要就直接上線了 高端要不要直接就上線了 它有遇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它其實它上不上線 我們到了十月份 全部都打完了 因為剛剛算那個量 現在一千萬劑加一千五百萬劑 那就是兩千五百萬劑 每個人都可以打到 打到就好了 以後那個後面再慢慢說 那再來一個就是說 你叫高端 現在給你上線 它還上不了線 它那個量產 是問題很大的 我記得那個量產的問題 其實Nomavase 當時就已經發生過了 國外的Nomavase 它當時其實就是因為在 它技術沒有問題 應該是說它的製程技術出問題 沒有辦法直接做大量的一個生產 Nomavase Nomavase 它的問題跟高端是一模一樣 第一個是效力沒辦法給我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一個數據告訴我們 第二個就是說它的量產出問題 因為量產的話蛋白 因為它要經過純化 那個蛋白純化的過程非常的複雜 你小量生產跟大量生產 那個不是把倍數增下去就有用的 那個沒有辦法的 所以它那個量產的改善 基本上不太可能 所以說我絕對相信當初他們那個資料 就是說當初那個資料量率只有18% 量率18%的意思 就是說它吹的牛只能到五分之一 所以它吹的牛五百萬劑對不對 對 五百萬劑只能到一百萬劑 所以這一百萬劑算 我們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話 我告訴你杯水車薪根本沒有用 所以即便我們高端要上線的話 還上不了 陳醫師那到底出現了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這個所謂的次蛋白技術的話 即便讓它通過了緊急的一個使用的話 它的製程還是會出問題 其實目前我們說知道疫苗的很多種的原理 然後mRNA 然後我們說腺病毒載體 到了高端跟有一個國外叫做Novavox 他們是同樣的原理叫做蛋白次單位疫苗 它其實觀念 其實這個疫苗的技術開發 它不是一個新技術 它是一個我們過去很多疫苗 就是用這樣的一個技術做開發 但是它為什麼 你很明顯看到其他疫苗已經快要打半年 到一年的時間 這支疫苗才最近才剛開發 跟它的技術原理有關我待會說 那我們先講一下 到底我們值不值得期待 這一支台灣的國產疫苗 我們先觀察Novavox 就是同樣的原理的 國外的一個目前過三期的報告 過三期他們就會發一些報告 是包括觀察它的保護力 觀察它的重症率 包括它現在大家最討論的是 變種病毒的保護力 其實Novavox它的三期的報告 是蠻令人覺得開心的 為什麼 因為它的這個變種病毒株的保護力 有到好像九十幾趴 就是有超過九十趴 它的死亡保護率是到將近一百趴 所以如果我們針對Novavox 它的一個報告結果 同個原理是不是高端有同樣的效果 這件事就要回到Novavox 或是高端的這種 次蛋白疫苗的組成怎麼做 其實剛剛王醫師有提到一個點 就是這種疫苗 其實它不是那麼好做 它通常第一個就是我們要先做 這個蛋白次單位疫苗 這個蛋白次單位疫苗 其實就是我們所有的原理 要去做這個基蛋白 去讓我們身體引發 我們偵測到像新冠肺炎的東西 然後去攻擊它 然而要這個東西它進到身體 它的免疫這個刺激不夠 我們需要另一個東西叫佐劑 這個佐劑跟它搭配之後 然後在身體它才會產生 足夠大量的免疫反應 讓我們身體去應付跟 產生自己的免疫狀態 那NOVAVAX它其實有些小心機 在它自己裡頭 它其實包括佐劑的部分 跟我們目前我們知道的這個 我們說這個蛋白的製程 蛋白製程通常它會靠一些 我們其他的昆蟲 一些動物 哺乳類動物 它們去合成這些蛋白質 原理是不同 就NOVAVAX我記得是昆蟲 高端應該是屬於哺乳類的動物 所以它們的一個做成這個蛋白質 第一個就不一樣 但這會不會影響不知道 所以它們雖然都是吃單位蛋白 但是是不一樣 它們的源頭去做的原理不同 第二個就是佐劑 其實NOVAVAX它 這件事我們不是科學家 所以我沒有辦法很確定 但我們知道的是 NOVAVAX用的佐劑比較不同 它用的是一些專利的佐劑 所以當這兩件事情 對在一起的時候 可能我們都叫做蛋白吃單位疫苗 可能我們也可以期待 我們的效果跟NOVAVAX一樣 可是它是不是一定一樣呢 其實一個小小的問號在這裡 所以當然這件事情我覺得它有一些需要 可能高端真的要把三期的報告 或者是我們需要在時間上去觀察 它的效果才能給出真正的答案 現在這個是7月份 7月份的話老人家都說很多禁忌 不能去隨便玩 不能怎樣 不能怎樣 但是現在的話 一旦有出事情的時候 大家講說 這會不會是因為7月的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鬼月不平靜 這一個是陳仙梅 那麼陳仙梅最近在拍片 但是沒有想到 他最近家裡面非常非常的不安穩 甚至拍照 然後直播之後 他半夜在哭 我們先這樣講 很多時候人們都會覺得 福無雙至禍不擔心 就你出了一件事情之後 你就覺得接下來我遇到什麼事情 好像都跟這個時間相關 現在是鬼月對不對 陳仙梅最近在拍《黃金歲月》 所以第一個她非常忙 第二個忙的時候 累積出了更多事情 你的壓力會很大 第一個她之前出了一個小車禍 那出了車禍 我跟大家講 你一定要後續處理 你要在現場等一下來做這個筆錄 然後如果你是工作人物 你搞不好覺得 是不是到處都有人在拍我 那個球場搞不好搞不定 所以陳仙梅第一個 這已經覺得壓力很大了 第二個她老公因為有急性膽囊炎 你知道她膽囊炎很痛 突然之間送到醫院 然後要趕快開刀 各位你們現在要知道 現在要去醫院了 沒有像以前那麼容易 你進去在急診室外面 先要做PCR 先戳一支鼻孔 戳完之後送進去 他們再做評估 然後再去開刀 對陳仙梅來講已經很累了 可是因為老公要去開刀 然後自己還必須要處理 家裡小孩的事情 所以她把小朋友送到娘家之後 半夜就在家裡哭 她說鬼月為什麼感覺這麼倒楣 所有的壞事都在這個時候發生 可不可以不要再這麼衰了 那這件事情到底是跟鬼月有關 還是跟命運有關 還是跟情緒壓力有關 其實說實在的 到鬼月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社會新聞特別多 真的大家仔細看一下 所有的新聞台裡面 7月份的時候你會發現說 社會新聞特別多 然後溺水的事件也特別多 然後很多阿公阿嬤不小心 就被紅衣小女孩 帶到山上裡面去 然後這些事情的話 陸陸續續你都會發現說 這一個月裡面的話 新聞裡面全部都這樣子 陸陸續續出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先這樣講 以前心理學有人討論過 第一個 人類是不是有所謂的 滿月症候群 你知道以前我們有調查過 在滿月的時候 人可能心理壓力特別大 然後你可能發生比較多的凶殺案 發生比較多的意外事件 那剛剛也講 鬼月特別多溺水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們在南半球 南半球的鬼月如果還是7月的話 那個天氣很冷 你會下去游泳嗎 所以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一定的結果判斷出來說 到底是因為7月發生特別多意外 還是因為7月讓你疑神疑鬼 你心理壓力特別大 7月特別多鬼片 你打開電視的時候 看到廣告很多 在做普渡的禮品的那一個 嚇都把你嚇死了 我一看我今天這幾天 電視一打開 我以為是鬼片 結果在做普渡的那個公平的宣傳 那我覺得這種心理壓力 加在一起 會不會反而對你的晚上的睡覺 白天的思慮 然後你晚上睡不好 白天又特別累 累的時候你的反應 會不會又比較慢 到底是跟哪一個東西相關 現在真的說不準 好 這其實在國外 有很多很多這樣子的一個例子 其實呢 譬如說有一個案例 就是30幾歲的女性的外商主管 她每次出國的時候 都害怕自己睡覺 為什麼 她覺得說飯店有鬼 我覺得很多台灣人也會這樣子 跑去陌生的國家的時候 你就一個人住在那飯店裡面 還說不能住在飯店的最尾端 不能住在什麼靠近什麼逃生口的地方 不然的話她整晚都睡不著 然後還有一個是30幾歲的陳先生 她這個症狀是每天凌晨4點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自己有意識 然後全身不能動彈 認為被鬼壓床了 我相信也有很多觀眾朋友們 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意識醒了 但是你手腳都沒有辦法動 你就看著天花板這樣子 那你就覺得說糟糕了 我家是不是有鬼 我睡著這床到底有沒有問題 上半身可以活動 但是下半身是無能為力 那麼還有一個叫做美婷的人 她工作地點是在醫院 那更恐怖 然後症狀她覺得說 宿舍裡面是鬼影重重 陳醫師 到底會不會有這種狀況 那到底很多人會有這種狀況 就是我醒來以後我有意識 可是我手腳都沒有辦法動 那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在醫學上面的話 到底能不能解釋 我在醫學上 我先講個不科學 再講個科學的好不好 不科學的就是我們自己在 因為我以前我們在醫院 都會需要經歷住院 實習的過程 所以這段時間 其實基本上你都會照顧一些 醫院比較重症的病人 我自己的臨床觀察 跟我滿多朋友 就是醫生朋友 我們都有類似的感受 就是大的節日 確實有一些比較不穩定的人 會在那一天出事 這個是真的 我們在臨床上有時候 我們也說出來為什麼 你說什麼不穩定的什麼 大的節日 比如說過年的前後 比如說清明節 這種我們說 一個比較屬於台灣來講 很大的一個重要節日 過年也有 過年也會 也會啊 對 我自己就有一個 這個這個 有時候真的是巧合 也有可能 但是我自己就有一個病人是 那時候我們在過年的時候 我們都會值班 那那一天是除夕 那基本上我是 值除夕的前一天 所以除夕完 我就買好這個車票 準備要回去過年了 在過年要回去的時候 因為其實整間醫院 大概就只剩住院病人 跟住院醫師在裡頭 突然就聽到 醫院有個叫999 999的意思就是 可能有人要急救 那當時 因為我也知道 醫院沒有人了 我的車票來不及 但我還是得去救 不然就沒有人了 到現場的時候 我們就因為病人 就失去呼吸 心跳 我們就拍子CPR 那CPR的過程 因為當時沒有醫生 我就趕快先問 這個病人是什麼病情 你知道嗎 這病人今天要出院 他是因為吃到一個東西 嗆到 就後來就過世 所以這個當然我們 我們沒有辦法說 就真的有關 所以大家不要太緊張 但是確實這個不科學的事情 有些時候會有這個現象 所以在這種大節日 大家小心一點 這個開車專心一點 睡飽一點 這個可能很重要 那你有在醫院 遇過什麼奇怪的事嗎 我自己是沒有在醫院 說我們說什麼鬼影蟲蟲 這些沒有 但我們確實會在病人身上 看到有一些大節日的時候 怪異的現象 會有一些比較難以解釋 明明要出院了 怎麼會被嗆到 怎麼會因為一口飯被嗆到 然後最後還是離不開醫院 這種現象確實是有 但我們來講一下科學的 大家不要太緊張 就想說慘了 那這樣整個七月 是不是都很嚴重 其實七月有時候 也是算是某種程度 大家會發現自己疾病的原因 我之前剛剛有講到一個案例 那個案例是一個男性 大學男性 還是什麼一個男性 這個男性他說 他半夜的時候不能動 我其實有遇過 一模一樣的個案 這個個案是個年輕人 他是打籃球的 他就是每天晚上 他其實一直知道 他一直覺得 他有鬼壓床的體質 因為他半夜的時候 他就會突然 就像他寫的一樣 就是他會全身沒有辦法動 但是頭腦是清楚的 那他那個時候 因為那一段時間 就剛好是七月 所以他就一直覺得 應該就是七月的關係 他被鬼壓床 他就不以為意 想說就讓他壓一壓 真的有人是這樣 他就覺得讓他壓一壓 直到七月過了 他的鬼壓床症狀 越來越長 他才覺得不對 如果是七月鬼月 他怎麼現在還在鬼壓床呢 後來他就到醫院 他的敘述症狀 其實大概是這樣 他平常沒有幾乎 沒有什麼症狀 只有在半夜的時候 他會覺得全身沒力 後來我們就懷一個狀態 就去做檢查 最後他被確診的 叫甲狀腺肌能抗進 甲狀腺肌能抗進 他其實理論上 大家對他的印象就是 會新陳代謝加快 所以你會 可能會手抖 你會覺得心跳變快 你會覺得好像全身的這個 感覺代謝都是往上升 然而甲狀腺抗進有一個特殊的 算是他的一個合併症狀 他的名字叫做 甲狀腺毒性周期性麻痺 也就是甲狀腺抗進 會讓你的甲狀腺素上升 他會進而造成我們身體 暫時性的 有一個礦物質叫甲離子 甲離子下降 甲離子下降的時候 你肌肉會瞬間是使不上力的 後來我們就發現這個現象 這個現象其實滿有趣的 甲狀腺抗進基本上女生多 可是我剛剛講的這種周期性麻痺 男生比例很高 高達90%以上都是男性 然而他會被一些事件給誘發 例如像什麼壓力大 例如像運動量高 例如像你在睡覺前的時候 吃大量的高甜的東西 比如說你吃得很飽 或者是你運動量很高 後來問這個男的 我說我的病人 他確實在七月的時候 那段時間可能他們要運動 要比賽還是什麼 所以他幾乎天天都是大量運動 然後他們大量運動完會幹嘛 吃宵夜 所以他當時就把這兩個高風險因子 全部加在他身上 所以他才產生這個 甲狀腺機能抗進的 非常特殊的麻痺症 所以他其實是 有一些病人他其實是這樣來 所以剛剛講那個藝人 陳仙梅 當然我們說壓力這件事情 他真的有可能誘發身體的 某些特殊反應 所以這個確實在 我們講說不管是鬼月 任何一個時間點 你其實都要想想看 是不是最近精神壓力相對下比較大 所以你晚上睡覺的時候起來的時候 如果有這樣子的一個現象的話 可能第一個想的 應該不要去想說 是不是有鬼壓床這件事 反而應該去嘉義科那邊 搞不好要去看一下 是不是有問題 但是這個比例不高 另一個比例就高 那我這個從外觀上面看得出來嗎 其實你問醫生 我們醫生是看得出來 我們有職業病 有時候轉電視看到誰 我就會說這個人 甲狀腺機能抗進 因為我們可以從脖子這裡 對 有些人的脖子 有些人會脖子這個地方 會變大脖子 對 有些人是直接看得到 另外有一些這個比較 已經比較嚴重 就是眼睛會比較凸 會比較凸 那我們幾乎觀察常見的就是 他覺得喘不過氣 他覺得他的這個手 明顯的在發抖 這些症狀其實比較常見 那這個還好 另一種的狀態 其實叫做睡眠障礙 睡眠麻痺症 它就是我們頭腦 在睡覺前的時候 它是另一種 我們會有個快速動眼期 這時候其實你應該 已經入夢鄉了 可是其實你的身體 已經全身放鬆了 可是你的人頭腦是清急的 你就會有那種落差 這個通常 在睡眠另一種 有一個比較緊急的 就有機會 對 看到也就有範疇 是 寸鬼 有不正, 投票